我心在念荷华的新鮮店中 新鮮店中 亲爱的小朋友 大家平安 很高兴 在这个时间 我们要来做会见拜兄弟 严报老师想要问你 你不知道有没有一些 觉得可惜或者是遗憾的经验吗 那种遗憾可惜的经验 就是会觉得 哎呀 早知道我就答应这件事情 早知道这么棒我就去做了 但是我没有做 就会让人家觉得很遗憾 很可惜 在今天的信息 天国的研习里面 我们要来听听看 上帝透过这个比喻 要教导我们什么事情 在今天的礼拜开始之前 我们一起预备心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谢谢你 谢谢你恩高这一群孩子 虽然没有办法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你 可是他们仍然记得 在这个时间 是分别为圣敬拜你的时间 我们将今天的礼拜 交托在你手中 求你安静 每个孩子 每个家长的心 将你要教导我们的话语 放在我们的心中 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 我们将以下时间 交托仰望在你手中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祝福音乐 祝福音乐 上帝公民你的心灵 难掉建牌心签腔 各位小朋友 大家平安 相信每幾位小朋友 都有聽過 媽家復習 她對情形的加拿大 將福音團來台灣 今年 媽家復習來台灣選舉 157年的紀念 我們做回來唱一首信息 也是媽家復習和學生所唱的 我們用這條信息 來敬拜上帝 善事 媽伎娘 媽開祝福 天的萬榜萬古萬明 一嘴來我上帝明智 大聲音是歐落依靜 通知... 三大支 相對淺 淋淋浪彈 standpoint 三大鍋因為 水打至高人台灣給一吃 江湯浮力... potentially,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在旷野的四十年当中 不断地都经历神的恩典跟神的供应 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也有领受到神的信实跟恩典吗 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 赞美神的恩典 圣灵我进入北地 有山有谷有缺烟 他为我有风生与病 我必定义无所缺 我心向往主的应许 主的话与我必须心 每一步有主的带领 我以神跟主向前行 我心在叶和花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叶和花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以神的心事为了 忙到每一天为我而将 usu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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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天随主到底 我心在烟荷华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烟荷华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以神的心事 我以神的心事为良 玛纳每天为我而讲 引领我 失恋我 我活着丹桃香火雨 我以神的心事为良 玛纳每天为我而讲 朱黄叶如梅底 我以神跟随主到底 我心在烟荷华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烟荷华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们的生命 生活上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的赏识 让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 来奉献 我们做会来唱有宝贤的西瓜 音乐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每一天保护引导着我们 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的心 我们的才能 还有我们的奉献为你使用 愿上帝你祝福他 成为更多众人的帮助 我们的祷告不完全 我们要一起用耶稣的祷告文 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日的北 我们你的名声 你的国 音乐 你的志意在吃 第二 亲厨在天日 我们的日式 今天给我们 希望我们的孤父 亲厨我们也有希望孤父我们的人 无地带我们日式 就叫我带你那个派的 因为国 关灵 应更都是你所有 大大无情 阿们 嗨 亲爱的朋友 也是年日式 如果我们的心怒 不管是哪一种 通常啊 喜宴或者是举办 邀请 筵席的主人 他都会准备 非常多丰富的菜肴 要来给客人来享用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邀请你参加一个 准备了世界上最棒的食材的演习 邀请你去参加 邀请你去吃 你会不会想去 如果是我 我一定会很想去 因为可以吃到很丰盛的菜肴 虽然我的体重 已经到了非常需要减肥的地步了 但是这么难得的机会 我还是会想要去 因为如果没有去参加这个演习 就会少吃到 很丰盛的菜肴的机会 但我一定会觉得很可惜 很遗憾 耶稣他在路加福音 就用一个短短的比喻 他把一场丰盛的演习 比喻成天国 想听看看耶稣 怎么样透过这个比喻 教导我们什么样的事情吗 在今天的故事之前 我们一样先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上帝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间 同心合一来敬拜你 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求你的圣灵也领导每一个孩子 让他们可以知道 今天你透过这个比喻 所要教导我们的话语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吧 就像刚刚言报是说的 耶稣在一个比喻里面 把丰盛的演习比喻成天国 可是呢 在这个比喻 在圣经里面 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 都有提到这个比喻 但是如果你等一下有时间 你去翻一下圣经 你就会发现 这两个比喻 在圣经里面记载 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 要学习的 是记载在路加福音这个部分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路加福音里面 是什么记载这个比喻 它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 十四章十六到二十四节 它是这样子记载的 耶稣对他说 有人大开宴会 邀请了许多客人 入席的时候 他差派仆人去向 被请的客人说 请来吧 一切都准备好了 可是他们开始 一个一个地推迟 头一个说 我刚买了一块地皮 不能不去看看 请原谅我 我不能来 另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刚要去试一试 请原谅我 我不能奉陪 又有一个说 我才结婚 实在无法分身 那仆人回去把这情形 都报告给主人 这家的主人非常恼怒 就对仆人说 赶快出去 到城里的大街小巷 把贫穷的 残疾的 失明的 跛脚的都带进来 不久 仆人来回话说 主人 你所吩咐的 已经办好了 可是还有许多空位呢 主人对仆人说 到马路和肉巷里去 强拉人进来 坐满我的物质 我告诉你们 那些先前所邀请的人 绝不能享受我的言习 说到这边 今天的圣经 就记载这样子 有没有发现 我们今天的主题 天国的言习 老师说 言习这个字 严宝老师从小时候 好像一直念错 我会一直念成宴席 还好在准备这次信息的时候 我特别去翻了 现在教育部的字典 现在的这个字叫做宴席 所以若等一下严宝老师不小心 又把讲成了宴席 还请各位多多包涵 好了 今天如同圣经记载的 耶稣呢 他在这个比喻里面说 有一个主人 他举办了一个很丰盛的言习 要请人来参加 在那个时代啊 如果要邀请人家来参加一场言习 通常会有两次的邀请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呢 主人会邀请你 问你来看 问你说 我要举办一个言习 你要不要来参加 如果你答应要参加 到了言习 快到的时候 或者是当天 主人就会再提醒你一次 提醒你 记得来参加 耶稣用这个比喻说 有一个主人 到了言习 快要开始之前 他就派了仆人 去跟原本 答应要来参加的三个人 提醒他们 我们言习今天要开始了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记得来参加 可是啊 这三个人都用了他们的理由 说哎呀抱歉 我可能没有办法参加了 就是从圣经记载的 第一个人他说什么 他说哎呀我最近刚买了一块地 所以我要去看看这块地怎么样 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参加了 第二个人说他买了五对牛 说要去看看牛的状况 健不健康 所以我可能也不能再去参加了 第三个说哎呀我最近刚结婚 你也知道刚结婚或者是结婚完 有很多事情要忙 他可能我也没有时间去参加 哎呀如果你是这个言习的主人 你会不会很生气 如果是我我一定会很生气 为什么因为原本答应要来参加 所以我预备了准备了很多丰盛的菜色 不就都浪费了吗 在圣经里面这个比喻里面 主人听到仆人告诉他之后 他果然很神奇 于是呢他就说 叫仆人去外面 看到一些如果贫穷没有饭吃 或者是身体有缺陷 然后生活比较困难的人 都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演习 在这个比喻里面 这场丰盛的宴会 耶稣说的就是天国 也就是说在天国里面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很多丰盛的恩典 就像一场有很多丰盛菜色的演习一样 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传讲福音 邀请人们认识福音 认识天国 就像是演习的主人 邀请人来参加享用丰盛的演习 有些受邀请的人 他怎么样 他用原因 用一些事情 用一些他自己的原因 拒绝或者是放弃参加这场演习的机会 买地 买牛 当结婚 各种不同的理由 不来参加这个丰盛的演习 在这个比喻里面 这边非常重要 也就像是有些人 他听到了福音 有人邀请他来相信上帝 可是呢 他把自己的财富 事业 或者把事情的事情 看着比福音还重要 他要去忙自己的事情 忙自己的工作 于是他不能来敬拜上帝 他不愿意花时间 祷告读圣经 也因为这样子 失去了享受天国丰盛恩典的机会 在比喻里面 主人怎么样 后来要仆人去邀请了很多贫穷或身体有缺陷的人 来进来享受这个宴席 因为呢 这些人 他们可能 比较贫穷 如果比较吃不饱 身体有一些疾病 或是他们生活就不太方便 当仆人邀请他们来的时候 这些人知道说 哇 这个宴席里面 一定有很多丰盛的菜肴 我可以吃饱一点 就像天国里面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很多丰盛的恩典 这样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 他们愿不愿意把握机会参加宴席 当然愿意 他们一听到说 有这么好的宴席可以参加 他们马上答应要参加 也就是说 在天国这样的福音 这样的宝贵的恩典里面 如果你听到了 有这样的宝贵的恩典 你愿不愿意把握机会去 有这样的机会进到天国 享受上帝的恩典呢 这些人 这些身体残弱 这些贫穷的人 他们愿意 他们收到了邀请 于是他们说他们愿意 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 宴席的主人 他最后怎么说 他说他再也不邀请那些 不参加宴席的人 再也不给他们参加宴席的机会了 孩子们 如果今天上帝跟我说 哎呀 炎巴老师 你没有机会享受天国的恩典了 我不要再邀请你了 因为我每次邀请你的时候 你都拒绝 你都只忙自己的事情 你都不愿意读圣经 你都不愿意祷告 你都不愿意聚会 所以我不想再邀请你 哎呀 就像主人拒绝再邀请那些 参加宴席的人一样 如果他们知道 宴席有很多丰盛的菜肴 他们一定会非常遗憾 一定会觉得很后悔 就像如果我们知道天国有这么丰盛的脸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天国 我想我们一样都会很遗憾 很后悔 还好 炎巴老师跟每个孩子一样 我们从小就认识了耶稣 有机会享受天国宴席的邀请 宴席的邀请 你看吧 我要讲错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邀请 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努力活在上帝的教导当中 做一个上帝喜悦的孩子 每天好好的读圣经 好好的祷告 做任何事情之前想一想 我这样做 上帝到底喜不喜欢我这样做 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这样一来 希望我们将来在未来的一天 我们都能在一起 在天国享受上帝为我们预备永恒的福乐还有恩典 好吗 今天的信息很不太难 可是很重要 记得要把握机会 上帝邀请了你 要把握机会 不要拒绝 拒绝了你就会丧失这个难得的机会 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一起记的禁句 很简短希望您能不能记起来 今天的禁句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2章的14节 那那两代译 因为受到的罪 受到的罪 受到的罪 再两次次 因为受到的罪 受到的罪 受到的罪 华语就很清楚了 被邀请的人多 但是被悬上的人少 我们很幸运 我们都受到了上帝的邀请 从小就认识了耶稣 认识了上帝 听到这样的福音 所以我们更要努力成为上帝喜悦的孩子 好吗 最后有一个问题 希望等一下可以想一想 跟你的家人一起讨论一下 严报师希望你再想一想 在这个比喻里面 主人举办的这个演习 是代表什么意思 然后呢 那些答应去参加这个演习的人 代表是什么意思 是怎么样的人 然后拒绝去参加这个演习的人 他们又是怎么样的一些人 在信息里面都有讲到 可是严报师希望你自己再去找一下 再去想一想 这样子印象更深刻 在你将来成长的过程当中 或许哪一天 你遇到同样的状况的时候 这一些都会在从你的心里面跳出来 哎呀我小时候主日学 有听过这样的比喻 都会成为你神明很好的帮助 好吗 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边 希望下一个礼拜 同一个时间 我们在网路上或在电视上 都可以一起在同行敬拜 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上帝谢谢你 谢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跟这群孩子 还有每个家长 我们都有福分 可以享受 可以认识你 主啊我们知道 天国的宴席里面 是何等的丰盛 天国的救恩 是何等的宝贵 谢谢你 让我们有机会 可以听到天国的福音 你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每一天 都能依照你的话语 火出你美好的见证 我们盼望将来有一天 我们要在天国一起享用 你为我们预备 最丰盛的恩典 最丰盛的宴席 我们这样祷告感恩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弥求 阿们 那我们下礼拜 在线上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